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兴之在拍一作《明月照红尘》的时候还曾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高兴之的演技丝丝入口 不管是演恶女还是娴熟传统的妇人 她总能诠释得恰如其分 本来大家十分期待她未来的其他作品 谁知命运弄人 高兴之在2006年5月得知自己离患癌症后 还坚强地告诉儿子说 要再撑半年 要亲自上台领奖 但如今这个愿望已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2006年6月26日 高兴之因为肾脏癌肿瘤破裂此事 从发现癌症到过世只有短短一个多月 她的夫婿也就是演员刘琳 还有好姐妹周游 都来不及跟她说最后一声再见 消息传出后 她的家人表示高兴之走得很平静 不希望打扰太多朋友 到时候用最简单的方式 送高兴之最后一程 其家属在7月14日上午 为高兴之举行告别式 由于高兴之生前喜爱热闹 在演艺圈中 认识达40年以上的老朋友们 都前来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高兴之生前好友周游说 14日要出殡 希望说大家给她热闹一下 她很爱面子的人吗 周游一早就起床打电话 帮高兴之张罗后事 前面哭了一夜 回忆往事又酸又甜 周游表示 是啊 听到我好错愕 从开始拍戏我们就在一起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台哦 什么养鸦人家还是柯女 她都有参加演出 而且都有很重的角色 导演定好角色 讲好说是我了 结果后来都会变成她 虽然两人还有如此一段 抢角色的前程往事 但是作为好姐妹 高兴之的离世 还是令周游悲痛 她也说高兴之倔强 强悍的脾气 常为难了自己 与演员刘琳结婚35年 走得辛苦 认识高兴之40年的好友们 都深知她的个性 也常劝她放宽心 她一个女人家 不但要带大四个孩子 还要维持好家庭 真的很不容易 好友们也都替她感到心疼 大家不禁一口同声地表示 她是一个好女人 面对高兴之的离开 他们都表达了不舍 作为前夫 刘琳也表示 我们从年轻人吵到老人 前面几十年战况激烈 到后面几十年就是冷战 人生终究画上句点 恩怨情仇都已成为往事 高兴之交代后事 不设灵堂 但是要办得风光 要好友给生前就爱游山玩水的她 送最后一程 而高兴之的悲剧 绝大部分来自于她的婚姻生活 在娱乐圈顺风顺水的她 在感情上却受尽苦难 高兴之1943年2月8日出生 从小她长相出众 能歌善舞 于是自然而然地 想要从事艺术类的工作 1962年 仍于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就读的高兴之 投考中央电影公司 同期或前后期 有王莫愁 龟雅雷 沟峰等知名演员 之后 高兴之多参与台语电影演出 毕业后 亦从事台语电影的演员工作 1964年 高兴之首度单纲 主演台语片《恩仲如山》 出演老师一角 因科班表演技巧扎实 被归于实力派演员 同年 台语片迅速没落 她转而参与国语片 其中担任女配角的科女艺片 与亚太影展 打败梁山博与助影台 获得最佳影片奖 但高兴之真正让台湾观众熟悉的 是电视剧演出 1972年 以现场直播方式播出 由台湾西螺少林武术 真实故事改编的《西螺七剑》 是她所主演的戏剧中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在该初连演222集的连续剧中 扮演四看 施翠莲的高兴之 亦与剧中主角之一的阿善师 刘玲成为夫妻 虽然因为外形关系 高兴之并无主演甚多影片 但她饰演了许多 如慈母或坏婆婆之类的配角 为台语电视剧常见的熟面孔 除此之外 她也偶尔会参与其他电影的演出 如国语电影《小碧的故事》 之后 她尝试参与电视幕后工作 2002年的台语连续剧《肃兴兰》 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不过 高兴之虽然和刘玲因戏生情成为夫妻 两人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 本以为是天作之和 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 因为婚后 刘玲出轨了 刘玲与高兴之的婚姻 因为中世闽南语演员陈佩玲的介入 产生危机 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后来 经过证实和种种协调 总算挽回了这一段几乎破碎的婚姻 但是事过境迁 才不过半年多 刘玲这乡却又有了新的感情波动 据了解 由于作秀的关系 刘玲和台试歌星杨小平传出了一段情 不论这件事情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 听到这个消息 最不能忍受的 当然是刘玲的老婆高兴之 为了维持这段婚姻 高兴之做了不少牺牲 连最热爱的戏剧都几乎放弃了 专心在家当个贤妻良母 熟知 接连不断有这类消息传到她耳里 一股怨气顿时涌上心头 她连夜赶到台中 不准刘玲再和杨小平搭档 说起这一段感情的发生 有大半是人为因素 因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 杨小平和刘玲被安排在同一档秀里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硬包秀的老板一再啃腰 两人的合作一言再言 演艺人员假戏真做的例子太多了 况且别人言之早早的神情 迫使高兴之不得不多顾虑层 如果她不再关心刘玲 不再眷恋这个家庭 她可以对这段友谊充耳不闻 但是她依旧希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一个忠于她的丈夫 因此她实在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吵吵闹闹 大家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要比互相指责好多了 如果刘玲还真的爱这个家 应该不会反对我这项建议 不要再和她搭档作秀 高兴之说得相当中肯 也很平静 她有权利为维护她的婚姻 而做一些强硬的决定 之后杨小平和刘玲斩断情思 有了新的男朋友 是杨小平自己拍的电影 冰点的重要投资人 两人公然出双入对 感情很好 对于自己插足刘玲和高兴之的婚姻 杨小平表示 我觉得刘玲个性爽朗 是个很谈得来的朋友 我有什么烦恼都会告诉她 纯粹是互相帮忙兴致 谈不上感情吗 杨小平轻描淡写地 说明了她和刘玲之间感情的兴致 似乎是在解释 自己并没有当小三 但是刘玲很快又出轨了 刘玲的婚外情对象 是演员郑秀英 两人也是工作伙伴 闽南语连续剧挂双之作 一直同进同出 大家也不避讳 这件事发生在刘玲结婚15年后 高兴致没有想到 深爱的老公会这样对待自己 感受到强烈的背叛 从此两人分居 过上长达20年的冷战生活 女方也不愿意接受道歉或是离婚 全是因为不想让她那么好过 后来迪志维在新闻弯弯弯提到 当年高兴之非常爱刘玲 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挚爱背叛 所以她就赌气 就是要跟她冷战 你既然背叛我 我不要理你 我也不跟你讲话 那我们也不用住在一起这样 彼此有事情要沟通 都是透过孩子传话 迪志维透露 后来刘玲有想要道歉 但是她也不知道刘玲有没有向高兴之挽回两人的婚姻 总之确定二人无法相爱 但是高兴之完全不愿意离婚 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就是如此戏剧化 在高兴之临终前向刘玲提出了一个不难的要求 却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迪志维认为 高兴之不愿意成全刘玲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是因为在早期传统的年代 当红女明星被离婚 那其实也是不好看 令人心疼的是 高兴之不久后罹患肾脏癌 她在昏迷的前一天 或许是悔光返照 麻烦儿子把刘玲叫过来 给她一张签好名的离婚协议书 代表她已经看破这一切 看到二十年没有讲话的老公 高兴之二话不说 拿出了一份签好名的离婚写议书 迪志维直言 他就是觉得我看破就不爱我了 我一直这样绑着你 那现在我要走了 要去云游四海了 我也不要是刘太太了 撑到要走的前一天 才潇洒放下一切 高兴之儿子刘浩阳说 妈妈临终前 他们几个兄弟找爸爸商量 爸爸才终于签字离婚 因此 高兴之父文不见流淋亮字 讽刺的是 高兴之能随离婚心愿 全赖儿子的促成 由于高兴之辞世 离婚证书已无实质意义 他的儿子刘浩阳表示 妈妈一直深爱爸爸 但两个人个性刚烈 只能说夫妻无缘 无论如何 随着妈妈离开 一切恩怨应该画下休止符 就让妈妈安心地走吧 高兴之生前自嘲 是个离不了婚的女人 人生最后一程 她终于拿到了离婚证书了 关于制作人老公刘林 与演员郑秀英婚外情 三人间的感情纠葛 也随着高兴之的离世 言消云散 而后 在高兴之的告别式上 作为前夫的刘林也出席了 但没有负责任何事 刘林从头到尾 低头不语 之后 以前夫的身份 简单鞠躬置疑 35年的夫妻勤奋 刘林待不到五分钟 即匆匆离去 高兴之陷入昏迷前 告诉刘林说 你都不用帮我张罗什么 因为我死之前 已经跟你离婚了 我已经都交代好 礼仪公司帮我处理 令人感叹 她最后的决定 在场来宾 许长德就说 她最后做这件事情 还蛮帅的 最后一刻 请她到面前来 很潇洒地说 我还你自由 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到那个时候 会做这个事情 其实 高兴之生前 对刘林多有埋怨 还曾对外指责 她无为人父风范 二儿子结婚也不到 高兴之父亲过世 她也没到 刘林曾说 她说她离不了婚痛苦 我才是那个最不快乐的人 刘林说 一开始是高兴之想离婚 半道快离婚了 她又反悔 最后就一直搁着 并非不想解决 在高兴之临终前 两人签字离婚 为这段不美满的婚姻 画下了句点 而演艺圈的好友们 对于高兴之的一生 皆感到唏嘘不已 私人已逝 如今高兴之已经离开了大家 这段前程往事 也渐渐被人淡忘 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的她 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们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